四川女子周某酒后到养生会所去洗脚按摩 发现上厕所回来之后走错了房间 房间是同样的 和酒后来消遣的男子陈某发生了关系 这第二天酒醒之后 周某感觉自己吃亏了 于是向对方索要一万元的赔偿被拒绝了 没有想到他竟然报警了 称自己被强奸了 警方大吃一惊 周某被带到了派出所接受调查 面对警方的询问 他依然坚持自己是被性侵的 但是警方的追问下 他在承认自己误入房间之后 发生了关系并非是强迫的 警方深入调查之后 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据了解周某与陈某在同一层住宿并且喝了酒 那么周某半夜上厕所回来 走错了房间 而陈某当时也刚好喝完酒回到房间 在破案的房间里 双方都感觉有人抱了过来 那么在酒精的刺激和作用下 两人下意识的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呢才发生了误会 在此事件当中啊 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 周某呢 作为女性是应该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和个人隐私 不能酒后失态呀 而陈某呢 作为男性 也应该注意保护女性的权益和尊重女性的意愿 有人调侃到他 他来喝酒啊真的是看清楚房间号码 也有人认为呢 这女的呀太不负责任了 喝酒之后呢乱进人家房间 自己丢进去还要对方去赔偿 那你们认为是谁的责任呢 谢谢大家